船登陆 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 江河突然淡淡 大地震动 五色光彩照耀天空 不挂看看 是吉兆凶兆 好 这是大圣人降生在西国的吉兆 会不会影响寡人的天下 不会 不过大概到一千年后 这位大圣人的教就会传到我国来 公元五二七年 梁大通年年 菩萨达摩和尚坐禅来到中德 九月二十一日 他在广州上海 这时中国的梁武帝 是个非常喜欢佛法的皇帝 平时经常着佛衣 吃斋念佛 同年十月一日 达摩受梁武帝之邀到达首都南京 我自即位以来 供养佛僧 建造寺庙 抄写佛经 这究竟有多大功德 这根本没有功德可言 你所做的只是一点世俗的小果报而已 谈不上真功德 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 它的本体是空气的 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十月十九日 达摩自知跟梁武帝法言不合 就从梁渡过长江进入北位 宣主来的高僧现在住在哪儿呢 他渡江到北位去了 陛下真是见其人而没能看见 会其人而没能会见 他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传佛心之印的观世音菩萨 我确实是见其人而不能见 会其人而不能会呀 派赵光文到长江对岸 追达摩祖师吧 没有用啊 即使全国人去追 他也不会回来的 达摩渡过长江 便到河南的松山上林寺 他整天面壁而坐 精神集中 屏袭诸园 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 有位名叫神光的禅僧 为了求法 就通宵站在洞外不动 你一直站在雪中 究竟有什么心愿 但愿师父打开甘露之门 拯救众生 请教我佛法吧 诸佛为求无上的悟道 不惜花费无限时间去修行 你凭极小的决心来求大法 我想你是很难如愿的 诸佛为求法 不把身体当身体 不把生命当生命 你断臂求法 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为 请师父为弟子安心 你拿心来 我将为你安心 我已寻了很久 可是找不出心来 假如你能找到的话 那又怎能算是你的心呢 我已经给你安好了心 你现在明白吗 明白了 诸佛本空旗 因此 菩萨才不动念 不动念 才能登涅槃之案 于是达摩祖师 就收神光为弟子 并替他改名为慧可 公元536年 达摩觉得应该离去了 便召集弟子 你们谈谈自己的物境吧 我们应该不执着文字 也不舍弃文字 要把文字当作一种 求道的工具来运用 你只得到我的皮 以我所了解的 就像清洗看到了阿树佛国 一剑便不再剑 你只得到我的肉 地水火风本来是空的 眼耳鼻舌深野非石油 整个世界没有依法存在 你只得到我的骨 最后轮到慧可 他向达摩行了一个礼 便站着不动 你已得到我的水 于是慧可便成为禅宗的二祖 继续达摩祖师 广度众生的工作 公元559年 有位居士来膜拜慧可大师 我大概是前世作孽 才为风其所苦 请大师替我忏悔 你把罪拿来 我替你忏悔 我找了半天 却找不到罪 我已经替你忏悔 我已经替你忏悔完毕 现在就请你皈依佛法僧三宝 我拜见大师算是知道了僧 但不知道什么叫佛和法 心就是佛 也是法 佛和法并无差别 明白了 所以这种东西既不在内 也不在外 更不在中间 我收你为徒 传你正法言 替你命名为僧灿 僧灿后来继承了慧可 成为禅宗的三祖 僧灿大吉众生 广施正法之语 这时有位少年僧侣前来膜拜 什么心才算是佛心呢 你现在的心是什么心 我现在没有心 连你都没有心了 佛又如何能有心呢 但愿师父能只是一条解脱的法门 谁绑住了你 没有人绑住我 既然谁也没绑住你 那你就是已经解脱 为何还要求解脱法门呢 这位和尚言下大悟 他就是禅宗的四祖 道姓 四祖道姓传五祖红忍 再由五祖将一波传给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可称为中国禅的祖师 由他展开了生气蓬勃的中国禅宗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天才是不试出的 六祖慧能便是这样一位天才 他和老子 庄子 孔子 孟子 都是同一流的伟人 他的思想言行 被弟子编成了六祖谈经一书 这是中国和尚所写 唯一被奉为经的伟大佛学著作 谈经是一本出自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 每一字一句 都像活泉所喷出的泉水一样 清新入骨 六祖慧能 慧能俗姓卢 生于公元六三八年 广东岭南人 父亲很早就死了 家境很辛苦 平常依靠卖柴为生 也因此而没有机会读书写字 大求之道在明明的了 宋柴火来了 那边摆着就成 钱给你 应无所助而生起心 请问您念的是什么经啊 是金刚经 您在哪里学佛经的 从河北黄梅山跟五祖红人学的 于是 弟子是岭南兴州人 此来拜师是为了要成佛 你从兴州来是南蛮之人 如何能成佛呢 人有南北之分 佛性难道也有南北之别吗 你我形体不同 但我们的佛性并无差别 嗯 你这南蛮根性 道也名列 派你到后院对面去吧 是 未能在黄梅山一晃就过了八个月 有一天 宏人觉得传法时机已到 你们将自己所证悟的 写成劫子 如果有谁真已悟到 我便把一波传给他 在洪忍的众多弟子当中 神秀上座是大家公认 最有希望揭传一波的人 好耶 真妙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朝朝情浮事 末时惹尘埃 嗯 这首截子是谁做的 是神秀做的 写在墙上 被我去看看行吗 好 截子就写在这里 哦 写着截子的人尚未悟到 嗯 你也看得懂截子 真是怪事 有时极下等之人有最高智慧 极上等之人却毫无见识可言 我也有一首截子 请替我写在墙上好吗 好 好 无体本无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走吧 真是个活不赛 真是个活不赛 好棒啊 非常的有见地 有见地 这一首截子没有悟到 擦掉吧 第二天 红忍悄悄的来到惠门工作的地方 今夜三斤到我的房里来 是 师父 当晚三斤 惠能果然应约 红忍便为他讲解金刚经 并把衣钵及顿教法门传给惠能 过去他摩西来 人都不相信他所说的 所以禅门有传一波为幸的体力 现在你已是禅时的六祖 希望你好自为之 要成仙起后传法救人 传授一波容易士气争断 你应该快离开此地 我来度你过河 迷的时候师父度我 悟了以后我度自己 好 今后的佛法将因你而大胜 辞去南方 佛法难起 应看时机成熟之后再说法 嗯 多谢祖师指点 有情来下重 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也无声 会能得五祖传一波之后 就一直往南走 我的一波已经南传 能者得之 能者得之 那不就是会能得了吗 南蛮子也能得一波吗 竟给那臭米不适子的大粗人得了一波 去把他抢回来 对 大家快追啊 快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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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快追啊 快追啊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然而 未能以埋名隐姓前驱江南 谁也找不到他了 直到十五年后 公元六七六年 广州法姓寺 各位 今天由我印宗法师 讲解灭盘经 这时 这时四中的旗帆在空中飘扬着 那是风在动 不不不不不 Three 明明明是骑在动 是风在动 是骑动 是风动 不不不不 明明是骑在动 而是你们的心在动 请这位居士到殿内相谈 居士 你的见解极有见地 可以请你谈谈佛法吗 好 善根有两种 一种是变的 一种是不变的 但佛性是超乎变和不变 善和不善的 我的奖金肤浅得如瓦砾 而你的解释宝贵得又如纯金 我听说红忍的一波已经难传 莫非你就是他的传人 不错 啊 弟子参见六祖 接着印宗便替慧能落法受戒 自己反而拜六祖慧能为师 第二年 六祖慧能来到曹西地方 有许多信徒支持建立了宝灵寺 他就在这寺中开始传访 教外别传 不利文字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用这四句节去写达摩的思想 远不如去写慧能的思想来得正确 菩提之道是以心传心 经书只是唤起字物的方便法门而已 无论如何高明的禅师 也无法把自己的物力塞入对方的心中 只能像接生婆一样 在适当的时机 帮助孕妇去生她自己的孩子 南顿北剑 这时 以唐都长安为中心 而盛行的是神秀之教 俗称北宗 剑悟 顿悟 与此对立的慧能之教 就被称为南宗 北宗神秀唱剑悟 南宗慧能一众顿悟 于是展开了禅宗的南北对抗 在慧能门下 有五位学生最为提出 他们就是南越环绕 清源行司 南越环绕 南越环绕 公元677到744年 陕西荆州人 俗姓杜 15岁出家 先学律宗 后来不满所学 便到松山拜慧安为师 慧安介绍他到曹西去见慧能 你从哪里来的 从松山来的 来的是什么东西 说它是东西就不对了 是否还需要加以修正 我不敢说不可以修正 但可以说绝不会污染 你的看法正好和我的相同 这个不会污染的 乃是佛菩萨要我们留心维护的 怀让便在慧能门下 跟随问学了15年 后来便到了南越 大大的弘扬禅学 他的历史中最有名的 就是马祖道 清源行私 江西吉川人 俗姓刘 最小出家 父姓陈末 在他初见六祖石问道 我们要怎么样 才不会摄入相对的层次中呢 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功夫 我连圣地也没有修过 那么你的功夫 到达哪一个层次呢 我连圣地也不修 还有什么层次可言呢 好好好 很好 慧能被他的见地感动 认为他是学生中最有成就的一个 后来他被派到吉州 清源山去红坊 发扬了慧能的道统 他也只有一位杰出的弟子 就是石头西迁 随之一位 代以足够了 众角隧多 一林足矣 永家玄爵 公元665至713年 俗姓代 浙江永家人 初学天台宗 曾潜心于禅冠 后来到慧能处 印证所学 出见慧能时 他绕着慧能走了三圈 一个和尚 影聚有三千种威仪 八万种戒形 你是从哪里来的 竟然如此傲慢无礼 人的生死只在呼吸之间 万物变化很快 我顾不了这么多 既然担心生死 为何不正确 不生不灭的大道 去除烦恼呢 大道本是无声无灭的 万物也本是 无尺素可言的 你的见解太棒了 谢谢指导 我告辞了 为何这么匆忙 急着回去呢 我根本就未曾动过 哪里谈得上匆忙 谁知道你未曾动过 这是你自己产生的分别观念 你也完全懂得 无声的意思了 既然是无声 哪里还有意思可言呢 如果无声没有意思 教员如何能分别它呢 分别观念 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你就起在这里住宿一夜 明天再走吧 是 玄爵就在宝林寺住了一宿 当时的人便称他为 一宿爵 南阳惠中 公元677到775年 惠中是惠能门下的五大弟子之一 他在惠能处印证了后 便到南阳的白崖上度了四十余年 从未离山一步 公元76一年 宿宗邀请他到京城 尊为国师 在一次法会上 宿宗向他问了很多问题 他却不看宿宗一眼 我是大唐的天子 你居然不看我一人 皇上可曾看到虚空 看到啊 那么请问虚空 可曾对你眨过眼 何泽神会 公元670到758年 神会是湖北襄阳人 俗性高 他对维护惠能的法统 即使禅宗通俗化的贡献很大 并使得提倡顿沃的南禅 压倒了建沃的北禅 他十三岁时便去参拜惠能 你千里跋涉而来 是否带着你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带来了 那么你应该知道 他的主体是什么 你说说看 这东西就是无助 他的主题就是开眼即看 你这小和尚 慈风倒也名利 师父坐禅时 是见或是不见 我打你是痛或是不痛 我感觉又痛又不痛 我是见也是不见 怎么是见又不见呢 我见是因为常见自己的过错 我不见是因为 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 至于你 如果不痛 那么你便像牧师一样 没有知觉 如果是痛 那么便像俗人一样 会有怨愤之心 见和不见 都是两边的执着 痛和不痛 都是生灭的现象 神会听了大为惭愧 立刻向惠能行礼 成为惠能最虔诚的信徒 公元713年 惠能宣布自己将不久 为人事实 当时赛场的弟子都放声大呼 只有神会 漠然不语 也不哭泣 你们求的是什么道理 今天哭泣 究竟是为了谁 只有神会 超越了善恶的观念 达到了毁越不动 哀乐不生的境界 我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 不然我又如何能预先告诉你们呢 你们哭泣 是因为不知我死后往哪里去 如果知道了便不会哭泣 你们要知道 法性是不会生灭去来的 同年8月3日半夜 惠能就克燃心事 享年76岁 同年11月 弟子才把他的遗体 淫葬在曹西山 从此 曹西成为禅宗的圣地 惠能所提倡的顿悟难禅 慢慢地演变分成禅门五宗 马祖道一 四川成都人 俗信吗 在佛家僧侣中 以俗信为称呼的 可能只有马祖一人了 怀让悟到后 惠能曾告诉他说 印度第27祖 窝若多罗 曾预言 你的门下将产生一头壮马 他将会踏破这个世界 马祖十二岁便出家当河上 后来到南岳 拜怀让古诗 请问你学做禅 是为了什么 要成佛 于是怀让便拿一片瓦 在马祖面前磨 师父 您磨瓦做什么 磨瓦做镜子 磨瓦 怎能做镜子呢 磨瓦不能做镜子 那么做禅又岂能成佛 那要怎样才能成佛呢 这道理如同牛拉车一样 如果车子不动了 你是打车子呢 还是打车子呢 你是学做禅 还是学做佛 如果学做禅 禅并不在于坐卧 如果是学做佛 佛并没有一定的状态 你如果执着于坐相 便永远不见大道 是 从此 马祖才真正悟到 便跟随怀让整整十年 马祖离别怀让后 便到江西去做方丈 在怀让的六位入室弟子当中 唯有他得到了新传 成佛就是大彻大悟 而想通生命的真相 实相 并不需要拘泥于任何形式 猎人的剑术 石拱会藏 本来是个猎人 他最讨厌看到和尚 这一次 他追赶猎物时 遇到了马祖 你是什么人啊 打猎的人哦 你会射箭吧 当然会 你一箭能射几个 一箭能射一个 你实在不懂得射箭 那么你懂得射箭吗 我当然懂的 你一箭能射几个 我一箭能射一群 彼此都是生命 你怎忍心射杀一群呢 我射的是众生的迷障 你为何不射自己的迷障呢 我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你这人有无数的迷惑和烦恼 从今起都完全断绝了 于是石拱便抛掉弓箭 出家拜马祖为师 为生活而涉猎 只能解决一时的安逸 涉去心中的迷惑 却能解决一生中的烦恼与痛苦 自我的本性 马祖和石头平分禅家天下 但他们之间并不敌视 反而经常共同接引学生 药山本来是石头西迁的学生 我一直不懂 直指人心渐性成佛之说 请师父为我指点 肯定不对 否定也不对 肯定否定两者 兼有也不对 这时你怎么办 我 不知道 你的因缘不在此 还是去马大师那边吧 是 于是药山便去参拜马祖 请问如何直指人心 渐性成佛 我有时叫他杨眉眨眼 有时不叫他杨眉眨眼 有时杨眉眨眼者是他 有时杨眉眨眼者不是他 你究竟要怎样了解他 哦 哦 药山听了恍然大悟 便向马祖礼拜 你见到了什么 而向我礼拜 我在石头处 正向蚊子叮牛 不得奇门而入 自信 常常受了外物的污染而迷惑 秉除善恶得失的相对价值观点 超越绝对 就可以发现自信了 叶狐禅 每次摆仗在法堂说法时 都有一老人跟和尚一起听法 你是谁 我并不是人 我本是山上的方丈 从前 我做百丈山柱池时 又为云游僧问我说 大修行的人 也会落入因果吗 不落因果 因为回答错误 使我背法 变为狐狸身 而轮回于畜生之道 五百世 大修行的人 也会落入因果吗 无谓 无谓英国 啊 我已脱离野狐之身了 我住在山的那头 请按和尚的礼仪葬我 百丈真的在后山洞穴 找到野狐的尸体 便以礼把他火葬 有因有果 就有得失 有痛苦 生命的意义 并不在于结果 而在于生的每一个过程 百丈清规 马祖死后 百丈继承了马祖的法筒 他并定了百丈清规 才奠定了僧团的组织基础 及禅宗的制度 百丈清规 对封杖及其手下人员的职责 和每天的生活态度 都有详细规定 并规定一个想受戒出家的和尚 首先要立誓就到五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学营 不妄语 不饮酒 接着还要做到 不坐高广大床 不歌舞娼妓 不着华蛮 讨香涂身 不须钱财珠宝 不飞食 达到了这五戒后 才正式剃度做和尚 百丈并确立制度 从事耕种 不仅一般僧种 就是方丈也要工作 在印度 和尚是禁止耕种的 而靠信徒的供养过活 百丈清规 就是要得出这种 起实的寄生生活 为什么一个身心健全的和尚 要像寄生虫一样 吸取俗人的血汗呢 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僧众 必须腾出时间来开垦荒地 从事耕种 自食其力 天地月月 日日作业不息 天地之间的万物 也因日日作业 自强不息 唐武宗灭佛 西元八四五年 佛家遭遇到一大厄运 当时的皇帝长古宗 以经济上的理由 展开了木桃形状 于是破坏了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寺庙 二十六万五百余僧尼被迫还俗 一万五千余奴仆被政府所接收 这次佛门大劫中 各宗派里只有禅宗能够幸存 因为禅宗不需要靠经典佛像等 因此即使被破坏了 他们仍能发挥作用 而且禅门和尚都亲自劳作 自给自足 不需要寄生于社会 这完全要归功于 百丈改革禅宗制度 使禅宗在这难关中 能更蓬勃地发展开来 百丈他坚持劳作 对人类的命运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自食其力的同时 自己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香岩几足 香岩本是百丈门下的学生 他虽博通经典 但始终畏物缠道 百丈死后 他便追随百丈的大弟子 龟山 你在先师百丈处 听说是问一答十 问十答百 这是因为你聪明伶俐 智解便捷 但生死势大 请问你在父母卫生前 你是怎样的 这话问得香岩茫然不知所对 便把平时看过的书翻片 也找不到答案 画笔究竟不能冲击呀 请你替我说破这个秘密吧 如果我现在替你解说 将来你一定会骂我 就算我说了 我所说的还是我的 绝不会变成你的 这辈子我不再学佛法了 还不如做一个到处画园起实的和尚吧 于是他到处云游 一次他站住在惠中博士的遗迹五四里 他正在除草时 偶然抛一块瓦力 击中了竹子 清脆的一声 终于使得香岩顿然大悟 师父 你对我的恩惠胜过父母 如果当时你为我说破 哪有今天的顿悟呢 当香岩听到清脆烛声时 听者与声音已不再分离 而是声音与他合一 当时就是全世界 文字母 养山是龟山的鞋身 孩子 要快点开悟哦 不要执着于文字和概念 我连信仰都不要呢 你是信了才不要呢 还是不相信才不要呢 除了我自己之外 还能信个什么 这样的话 你只能算是个小圣佛法之徒罢了 我连佛也不要见 禁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 多少是佛说的 通通是佛说的 好好好 此后没有什么可以困扰你咯 后来养山程序龟山的一波 继续开创龟养宗的禅风 基本的观念 本来都是最简单清楚的 但用以表达的文字 却是一个欺人的恶魔 所以读书读经时 别让文字所束缚了 赵州从忍 778到863年 赵州俗姓好 是青涉滋秋人 他从小就到本州龙兴寺出家 松山琉璃潭受剑 后来到安徽池州 拜南泉为师 他第一次见南泉时 南泉正卧在床上休息 你从哪里来 我从瑞相院来 你可曾看到瑞相吗 不曾 但刚刚我看到 躺着的如来 你是否有师父教导 深冬天气冷 希望师父保重遵体 跟我到内室来 师父 什么是道 平常心是道 是否有目标可寻啊 当你有目标 便有所偏差了 如果封闭一切意念 又如何能见道 道是不在于知和不知的 知是忘觉 不知是麻木 得道之人就能虚或开阔 不被是非所困 大道无门 八方开放 有千方差别的路 皆可自由出入 只要能举一鱼角 即能得千鱼返 三十年学骑马 今日被驴铺 赵州悟道后 就到各处旅游 拜访当代的许多禅师 有一次 他去拜访猪鱼和尚 你也该定居下来红法了 我该定居在什么地方啊 你居然连真人 及自己的住处 也不知道啊 我三十年来骑在马背上熬游 想不到今天 却被驴子踢了一脚 指出别人错误时 很可能你抱取的正是错误本身 赵州直到八十岁左右 才定居在赵州东郊的观音院 在他重任方丈的这段期间 他以深战的智慧 轻松幽默地 引导很多学生 走向真正的自我 七岁童儿圣我者 我即请教他 百岁老翁 不及我者 我即教他 天皇道物 公元748到807年 浙江东洋人 俗姓张 十五岁在杭州受戒 后来追随晋山道亲 才接触到禅学 随晋山五年之后 又到马祖处得到印证 过了两年 便去见石头西迁 如果超脱定会 请问还有什么法 我这里本来就没有奴隶 还谈什么超脱呢 我还是听不懂 你懂得空吗 这一点 我早有心得 想不到 你还是得到之人呢 不 我还未曾得到 我一眼就能看出事实 你没证据就诬赖我 你的身体就是证据 就算你说对了 可是我要拿什么去教导后人呢 请问谁是我们的后人呢 禅是变在的 但他却是无门可入 正如进入虚空 不是从门入 而是从虚空入 因为虚空便在 龙潭重信 龙潭是天皇道物的学生 死于公元八三八年 龙潭出身穷苦 以卖饼过活 买饼啊 买好吃的饼啊 道物把庙旁的小屋 借给他住 为了表示感激 每天他都送十个饼 给道物 道物收了饼 每次都剩下一个 还给龙潭 这是我给你的 希望你子孙凡胜 我送你的饼 为何又送还给我呢 是你送来的 又还给你 这有什么不对吗 龙潭听了颇有所悟 便决心出家 追随道物 过了一段时日 我跟随师父多时 未曾听过你 为我指示新药 我无时无刻 都在对你指示新药啊 你指示了什么呢 你递茶来 我接了 你拿饭来 我吃 你心里时 我点头 你还要我指示什么 龙潭低头想了想 要能见到的话 当下就能见到 否则 一用思考 便有了偏差 听了这话 龙潭立刻开悟 禅的生活体验 就是随时能处处体会生活上 每一细节的美好 心身永远是一体一致的 吃饭时吃饭 睡觉时睡觉 法眼文艺 公元885到958年 浙江渔航人俗姓鲁 幼时便出家跟随西绝律师学法 是禅门五宗之一 法眼宗的开山祖师 法眼油画各地 去寻求传师的指点 有一次路过地藏运时 正好碰到大雪 便停下来休息 该运方丈罗汉贵琛问他 你去哪里 只是行脚罢了 行脚做什么呢 不知 不知最真切 雪已经停了 我该告辞了 你曾说三界为心 万法为事 那么停下那块石头 是在心内 还是在心外 在心内 你这位行脚僧 为何把一块大石 放在心中呢 于是法眼便留下来 向罗汉讨教疑难 但罗汉每次都对他的见解否定 佛法不是这样的 未经词穷理绝了 以佛法来说 一切都是现成的 听了这话 法眼才恍然大悟 万物实体 本来就是现成的 并无好坏善恶的差别 但被人们变为名相后 于是孔雀梅 乌鸦愁 乌鸦真的愁吗 云门文言 公元八六四到九零九年 浙江嘉兴人 俗姓张 很小就出家 学教学律都很精进 万年移住 韶州云门山的光泰禅院 巨阳一家宗峰 是云门宗的开山祖师 有一次 云门去参拜穆州 要求指示 你是谁啊 我叫文言 你来做什么 我尚未误见自信 来此请求指示 悟州打开门看了一眼 便把门关上 接连两天 云门一再敲门 同样的悲剧 直到第三天 请开门 请开门 快说 快说 你是大而无用的大笨牛 慕州很快地关上门 压伤了云门的脚 这刹挪 云门开悟了 参破一切 只有靠自己 没有别人 可以替代的 好的老师 便能在最适当的时机 唤醒学生的潜能 禅宗六祖慈心放生 唐朝的慧能大师 是一位友德高僧 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他在尚未出家之前 还是一名山野春夫 阿弥陀佛 慧能 你觉得你师兄所做的记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请佛事 莫时惹尘埃 如何啊 嗯 那么累干嘛 不如就这样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哦 这位就是五祖 红忍大师 师傅 慢走 观止在菩萨 神像菩萨 菩萨密关系 师傅 我一约前来了 嗯 不愧是我的徒儿 天之聪颖 一点就通 金刚精说 因无所助而升其心 就是要我们 面对世间万物 都能看得开 不执着 不苦恼 乐观开朗豁达 让心胸海阔天空 容纳百川 宇宙万物 进而显现出 不受世俗祭拜 自由自在 全新的我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这是我们 禅宗至达摩以来 传世的法宝 一波 现在就交给你了 借记 因众人寄予斗争 传法已不单纯 你应该远走高飞 急速离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把一波法宝交出来 阿弥陀佛 在这里请自取 哇 太好了 一波代表的是悟道与责任 难道可以用抢的吗 我为悟道而来 不为一波法宝 你应该知道 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吧 你是想做那位自以为是 坦胸漏辱的昏庸国王 还是那个大教 哈哈 他根本没有穿衣服的帅姓小孩呢 我懂了 请蒙指教 豁然开朗 请受我一拜 我会名和尚 收行多年 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慧能到了曹西 又被二人追逐 老天保佑 不要被射中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胆小鬼 这样怎么跟着我们打猎 去看守猎网吧 是 慢走 嘿 这样也好 快去看看 可爱的熊猫 是国宝耶 抓了它 可是要杀头的 嗯 哇哟 我的妈呀 怎么连恐龙都落网了 阿弥陀佛 愿众生离苦得乐 看我的达摩残障 去 哇 比王剑名还快 如此经过数年 所放生命 难以计数 后来 因缘成熟 六祖会能 建立潮汐道场 大兴佛法 广度众生 众生即佛 杀众生即杀佛 救众生即救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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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